孙权的成功和三国里边 另外一个年轻领导人的失败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谁呀 刘善 诸葛亮的一把把心酸泪呀 都没能把他给扶起来呀 陛下 相父早些回府歇息 千万不可过分劳累 走吧 快走 可见不是所有家底雄厚的人 都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 那既然说到这个刘善了 刚才就接着跟大伙聊聊 这个刘善的老爸 老爹 也是创一代刘备 23岁下海 58岁称帝 白手起家建立蜀汉 处处示弱的刘备 如何得人心 那精英迎天下 请继续收看 《故事刚刚好》 三国创业第一人 刘备的创业奇迹 这刘备呀 跟孙权不一样 刘备的这个开局 甚至比普通人创业都困难 不履为奸 刘备事局相礼 并无爵位 以知习范吕为业 那从藩府走卒到一代帝王 刘备这个创业路 共分为几步呢 咱们拢一拢 首先 刘备十分善于立人设 给自己呀 出身和性格 打造出了一个一个的标签 刘备给自己设立的第一个人设 皇亲国戚的身份 我是汉氏宗亲 景帝之子 中山晋王刘胜之后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啊 出身十分重要 有多重要呢 就连号称说 王侯相像 宁有种乎的 陈胜吴广 那不都得 往鱼肚子里边 塞点纸条 写上 大鼠星 陈胜旺 整这策略 才能够成功启示 所以说刘备 还是十分聪明 他这一个皇叔的标签 那顶得上是 家财万贯 那刘备给自己立的 这个性格标签是啥呢 人德 这和现在的一些个 表面上立身情的人设 背地里边去沾花惹草的 这个渣男不一样 而刘备立的人设 确实表里如一 但为什么刚才说 刘备在立人德的这个人设呢 因为有的时候 他故意做一些事 刘备把自己这个人德呀 放大了 他会找机会 给拿到众人的面前 表现出来让你看 其中最著名的 就得属这个邪民渡江 当时荆州这个老大刘表 刚刚病逝 曹操兵发荆州 我会忠心辅助 万万不如意 这时候 刘备正好带着众人 寄居在荆州呢 诸葛亮就劝刘备呀 主公 刘表 有没有把荆州托付给你 他确实想让我提令荆州 但是我拒绝了 我请刘表 你留起一位荆州之主 我会忠心辅助 我 果然不出国所调 那诸葛亮又说了 曹的大军马上要到了 刘从这又要投降 不取荆州 咱们怎么办 军事既然料到 我会拒领荆州 怎么该想好 下一步方略了 当然 放弃心意 退守将下 没想到 刘备又不干了 他说 古今成大事者 莫不以民为贵 荆州老百姓这么信任我 我不能弃他们而去呀 最后 诸葛亮出了个主意 派人在城里边 敲锣打鼓 通告 百姓们注意了 船军明日 有愿面对刘始军 就是你 你会让刘始军 往襄阳 好啊 好啊 快走啊 百姓们 你能让刘始军 到襄阳避难了 百姓们快走啊 刘备呢 就派这个关羽 到岸边准备了 几百艘船只 以便邪民渡江 据说呀 这一行人呢 走到当阳的时候 跟随刘备的老百姓 到多少了 十多万 能够日行十余礼呀 刘备 邪民渡江 除了考虑老百姓的 安危之外 咱们说 他就没有一点私心吗 首先 刘备 邪民渡江 这个一举 张飞关羽 这些人看来 就觉得 大哥仁义 仗义 其次呢 事实也已经证明了 随着大军撤退的步伐 跟随刘备的队伍 也是越来越壮大 最后啊 这十万百姓 转换到现在 这叫啥呀 流量啊 那流量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宣传呢 这十了万百姓 最后四散各地 一传十 十传百 十万传百万 这刘备 仁德之名 那是必将远扬 是吧 这也是为什么 诸葛亮 向刘备提议 这得敲锣打鼓 变告老百姓的原因 是吧 在老版的三国演义 大伙看啊 这个电视剧里边 诸葛亮和刘备 决定邪民渡江之后 二人是深深对视良久 可令人变告百姓 有愿者同趣 不愿者留下 北军事之一 相信哪 导演对这个镜头的安排 也应该是大有深意 啊 啊